大家好,我是Dragon,今天再给大家露一集视频 之前有朋友评论说是要知道我怎么来的这边,还有为什么来这边 因为之前呢,我比较喜欢看高晓松的那个节目小说 还有晓松奇谈在爱奇艺还有优酷上 看了以后了解了世界上不同的一些文化吧 还有政治体制,当时我最喜欢他的那几集就是关于讲温哥华的 加拿大温哥华的,他的温哥华的所见所闻 看了以后,我也挺有感触 包括讲美国,讲欧洲,拔一拔欧罗巴,拔一拔美利坚之类的系列 确实非常好 看完以后,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也在美国和澳洲 他们有时候回国对我讲的一些东西让我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文化还有人与人的尊重方面 让我挺震撼的 他讲述的一些故事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文化、政治包括都挺好的,没有一些很杂乱的破事情 以前天先给你洗脑搞运动 所以我就选择出国嘛 到这边发现生活还是挺好的 然后关于我是怎么来这边的话 我觉得现在加拿大曼省,曼尼陀巴省是最好移民的一个城市吧 你比方说全球像,凡是有真实想法的,有看清世界本质的人可以来到这边来转一转 可以移民到这边来,包括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善美,而不是假大空 可以过来看一看 要移民这边的话其实也挺容易的 不是移民吧,就是永久居住权 首先的话你雅思需要考个6分吧,还是6.5分 A类,过来上学上一年 或者两年的,上一年就有一年的工签 上两年就有三年的工作 可以用来找工作 找到工作你就可以在这儿安心的工作工作 然后递交你的省期名,就可能有一年半左右就下来了 你就可以拿到永久居住权的枫叶 就相当于是PR卡,也就是加拿大的枫叶卡 这个枫叶卡你就可以自由往返国内和加拿大了 一般来说有的话还是不要回去的,没啥意义 我觉得最主要的话就是雅思,还有准备现金嘛,准备钱嘛 雅思的话你在国内就可以考一次2000块钱嘛 你考个两三次你差不多就能过了 如果英语好的话一次就过了 我呢运气比较好,只考了一次,然后就蒙过了 是考了6分,刚好够上学 在这边读那个MITT一个培训性的学校 用来就是移民的,上一年编程,然后到时候找工作移民 嗯,这就是我来这边的一些途径吧 你可以找中介也可以自己办 我觉得不用找中介也可以自己办也可以,但如果你想省心的话 找中介的话也可以找我,我这边一个比较靠谱的朋友 但是他没有证,你自己决定吧 没有那个什么移民证,移民资格证,办移民的资格证 但是他人还挺靠谱的,对政策什么都比较掌握的 了解的比较清楚 It's up to you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 其他的没什么了,主要是英语 英语考过了就可以来上学 上学完了以后找工作就可以申请永久居住权 但是在这边生活呢,我觉得还是有些困难 有些不容易吧 因为中国的这个人民币跟废纸一样过来感觉 5块钱等人一块钱,换过来的钱基本上不够花的 因为一碗面的话也要将近70多人民币 加上小费还有税的话就70多人民币 关于你过来要带多少钱的话 我觉得学费的话可能有一年的学费在8万人民币左右吧 8万多吧 然后买上一辆车二手车的话可能有四五万人民币 最多 然后再加上一年的生活费 你要来这边的话 有一个GRC担保 要交到这边的银行 有五万,一万加币吧 有五万多 然后你自己再得带个五万多的生活费吧 加起来可能就是五万 二十多万吧,二十五万应该足够了 二十五万过来好好学习一年 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打工 打工挣钱嘛 在餐厅啊,加油站之类的 因为国内的学历工作经验这边好像还不是太认可 我现在还没搞明白 等我搞明白了以后 我会给大家录一集 我在国内是搞那个结构设计的 到这边来说还是 这种如果是兼职的工作还是不好找 因为这种的话人家都需要全职的 我投了一些简历也没有消息 后面的话 我会给大家录一集如何 在这边打工的经历 金钱的话我一会就录吧 因为耽搁时间比较长了 老是想在室外录 室外录这两天 一直在打工比较忙 然后风又比较大 呼呼的吹 金钱又在下雨 所以就在室内给大家录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吧 Jangan Out